上期视频我们介绍了上海旅游的十大壁区景点 没看过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查看即可 在本期视频中 我们将向你介绍北京旅游的十大壁区景点 带你了解这座古典与现代相融合的城市 八达岭长城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 是我国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明长城的一个爱口 八达岭长城为居庸关的重要前哨 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在八达岭 以其雄伟的景观 完善的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而著称于世 是举世文明的旅游圣地 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清朝时期的皇家园林 前身为庆一园 坐落在北京西郊 这是一座大型山水园林 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公寓院 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竹井区由万寿山、昆明湖组成 全员占地约三平方公里 以珍贵的文物藏品闻名于世 故宫博物院 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 就称紫禁城 位于北京中轴县的中心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 故宫藏有文物一百万件 占中国全国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 历经六百年兴衰荣辱 帝王宫殿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 天潭公园 天潭公园占地面积达267公顷 这里的建筑和景观都非常华丽 最著名的是天潭 天潭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旗鼓的场所 位于正阳门外东侧 潭玉北城圆形 南卫方形 寓意天圆地方 天潭始建于明 永乐18年 幼金明清等朝增建改建 建筑宏伟壮丽 环境庄严肃目 北京环球度假区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北京最新的旅游景点之一 是亚洲的第三座 全球的第五座环球影城主题乐园 包含七大主题景区 三十七处骑城娱乐设施及地标景点 二十四场娱乐演出 八十家餐饮及三十家零售门店 总链级超四平方千米 南卫古巷 南卫古巷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的交道口地区 全长七百八十七米 与原大都同期建成 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 已有七百四十多年的历史 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小店 餐馆和艺术画廊 逛一逛会让你感受到古老的北京的魅力和活力 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北京小吃 欣赏到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传统手工艺品 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始建于清光绪32年 1906年 是中国开放最早 饲养展出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 饲养展览动物500余种5000多只 海洋鱼类及海洋生物500余种1万多位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家庭旅游景点 你可以在这里与这些可爱的生物亲密接触 了解它们的生活和习性 公王府 公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 曾先后作为和珅、庆王永林的宅邸 清咸丰元年公亲王一新成为宅子的主人 公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 公王府及花园历经了清王朝 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 故有一座公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王府井步行街 王府井步行街是具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著名商业步行街 在北京享有金街的美誉 是北京的购物天堂 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闹气氛的商业区 有着许多国际品牌和地道的北京特色产品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现代北京的商业魅力 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商业文化和消费习惯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 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 展示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历史 这里的馆藏品包括陶瓷、织物、书画、青铜器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历代的文物和艺术品 在这里你可以深入了解中国5000年的文化和历史 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底蕴和魅力 北京的历史积淀深厚 旅游资源丰富 短短十个景点是远远不能概括的 如果您还有其他推荐的景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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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